原来他在来警局之前 让手下将四年前 害他们执行营救霍先生任务的老上司抓住 让他带上炸弹绑架了阿邦的老婆 阿邦知道后立刻赶到现场 而风哥在外面通过老上司身上的监控器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让老上司说出当年的真相 当年的那件事终于真相大白 阿邦也知道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冤枉风哥 真相虽然大白 但风哥多年的怨气难消 他随即按下了炸弹遥控器 炸弹30秒到几时开始 阿邦见状亲自上手拆除炸弹 但这一颗炸弹连接着老上司的脉搏 只有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炸弹才会停止 想要救老婆就必须打死老上司 眼看时间来不及 关键时刻 狙击手一枪打死老上司 炸弹计时器才停止 而风哥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让阿邦长长当年自己所受的折磨 就在阿邦以为事情终于结束的时候 炸弹计时器再次启动 阿邦在最后时刻用枪打断手铐 夺过这一次危机 但麻烦还没结束 阿邦在陪老婆去医院检查申请的时候 遭到内部调查科拘捕 理由是违抗命令和向飞虎队队员开枪 阿邦没办法只能跟他们走 另一边 做完这一票的风哥 还想干一票大的抢银行 带人找到泰国老买军火 可泰国老嫌他们做的事太过火 怕连累自己 不想再合作 风哥岂能善把甘休 带着手下直接将泰国老一伙人全部杀死 抢走所有军火 并在泰国老的衣服里 塞进一个有泛亚银行资料的U盘 以此来麻痹警方 而阿邦此时正在接受内部调查科的审讯 这次很可能会遭到停职 这时所有同事都进来力保阿邦没有问题 负责审讯的华哥终于被感动 同意阿邦去处理案件 阿邦立即带队来到泰国老这里 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死尸 而同事也在泰国老的口袋里发现了U盘 警方怀疑风哥几人要抢劫范亚银行 立刻派遣大量警察前去保护银行 阿邦在半路上听到同事说 霍先生今天要从国外回来 出席银行的股东大会 阿邦立即明白 风哥的目标不是泛亚银行 而是霍先生的霍氏银行 那个U盘只不过是一个烟雾弹而已 立即向上司请示保护霍先生 但上司根本不信他 阿邦没办法 只能带着自己的小队去霍氏银行 另一边 霍先生刚结束股东大会准备离开 便被风哥几人挟持 压着他来到银行金库 打开金库大门 里面有几百亿美金 阿华几人进去装钱 霍先生则趁机向风哥求饶 风哥不想听他唠叨 直接一枪送走了他 却开车离开时 迎面碰见了赶来的阿邦 两方人马在大街上 开始了致命飙车 风哥几人被路上的警察拦住 汽车也在撞击中损坏 几人下车背上美金准备殊死一战 阿邦还想让风哥投降 回应他的却是一缩的子弹 双方战斗随即开始 风哥毫无顾忌 面对路人也是无差别杀死 此后双方又是一轮枪战 风哥连扔两枚炸弹 带着兄弟边打边撤 其中阿华躲进一辆公交车里 里面全是几岁的孩子 阿华拿出炸弹挟持孩子离开 被赶来的警察打倒 炸弹却掉在地上 关键时刻 警察压着阿华扑到炸弹上面 没有引起大爆炸 另一边 风哥和手下阿全逃到了地下商场 手持防爆盾的警察 紧紧跟在他们后面 双方不断地交火 由于风哥这边的强大火力压制 导致警方不断有人倒地 但阿全身手重伤 已经跑不了 为了给风哥创造逃跑的机会 他手拿两枚炸弹 朝警察冲了过去 一声爆炸 当场死亡 随后风哥逃进一间教堂 阿邦也追了进来 两人开始了最终的大决战 阿邦让风哥现在投降 但风哥绝对不会再回到监狱里 于是亮出了独门绝招 蝴蝶刀 阿邦依旧是招牌武器紧棍 风哥的双刀在手 招招致命 两人互相试探了几十招 风哥飞身后白腿将阿邦踢飞 随后甩出两把飞刀 夺过双刀 猛插阿邦双眼 阿邦反转琴拿 将风哥拖到地面 两人又是一番地面缠斗 护有伤害 无奈阿邦的血操实在太后 战斗中一招神龙百尾将风哥踢飞 风哥捡起地上大锤攻击 阿邦只能躲闪 将铁架子推倒 捡起一根钢筋反抗 最终将风哥的铁锤打掉 按在钢琴上一阵摩擦 随后又是一番缠斗 两人一起摔了出去 圣母向倒塌 尘土飞扬 风哥手持蝴蝶刀飞身进攻 阿邦单手抵挡住攻击 将风哥按在墙上 又一招亲拿手 将风哥的胳膊折断 这一刻胜负已分 风哥已无力再战 脑海里闪现出 两人曾经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而现实中警察已经包围了这里 无数枪瞄准镜对准了他 阿邦起身离开 我赢死 但是我不赢赢啊 在结束生命之前 风哥问出 他在牢里一直在想一件事 如果那天是阿邦去追可乐 他们两人的命运会不会反过来 阿邦没有回答 而风哥往后躺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电影也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是由陈沐胜导演 甄子丹 谢霆锋主演的怒火重案 凭借此片 谢霆锋获得了 第13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 在港片越来越烂 剧情千篇一律的情况下 这部电影还是带给了 我们很大的惊喜 导演将整部电影的高光亮点和精华 全部都给了谢霆锋的角色 甄子丹实演的阿邦 看起来就中规中矩 可能是正派的心理变化 没有反派出色 所以这部电影里 风哥绝对是一个大亮点 其实他的心理路程和经历 跟我们大部分人都一样 刚跟好兄弟阿邦当上警察 出入职场 以腔热血 拼命抓罪犯 想要扫尽天下不平视 但上司却是一个溜须拍马之徒 为了自己能够升官发财 不断地向风哥施加压力 并且开出空头支票 承诺出了社会保他 风哥为了完成上司下达的任务 开始了刑讯逼供 可谁知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本来已经逼绑匪可乐 攻出霍先生的位置 谁知公子竟然毫无征兆地 开始骂可乐 导致对方心理崩溃 拼命咬住了公子的腰 似乎不松口 导致风哥用木板将可乐打死 事情出来后 他本来以为上司真的会保他 其料上司只是把他当作棋子 用完就甩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上司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不仅不帮他们 还把所有罪都推给了风哥几人 而作为当事人的风哥 自然要被问责 这算是给了风哥当头一棒 而当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到 好兄弟阿邦身上时 阿邦为了自己内心的正义 说出了诗情 这一闷棍又打得风哥措手不及 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更严重的是 好兄弟阿彪为了向上司讨回公道 跪到警局门口 最后竟然跳楼而死 风哥也从前途无量 抓贼无数的好警察 瞬间变成一名杀人犯 风哥几人被判了四年刑期 但监狱里全都是他曾经抓进去的罪犯 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其中风哥的脸上到处都是伤 严重怀疑公子脸上的烧伤和性无能 就是在监狱里被打的 无论是谁遇见这种事都会爆发 风哥彻底黑化 成为一名杀人如麻的超级汉匪 报复所有让他堕落到地狱里面的人 出狱后的风哥脸上多了一道道伤疤 留起了一头野性的卷发 半事很辣 毫不留情 与他在警队时的形象完全相反 也与曾经的好兄弟阿邦彻底划清界限 在他眼里 警察全都跟他上死一样 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 所以当他出狱要杀王坤时 遇到了同样来抓王坤的警察时 不仅不害怕 甚至还非常兴奋 将冲进来的警察全部打死 还非常享受这一切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斩草出根 所以没人知道这件事是他们干的 这也算是风哥出狱后复仇的第一步 可谁知又是这个公子坏了事 他竟然偷偷将王坤的手表揣进了兜里 然后送给了自己的女友 并且在女友骂他是个软男的时候 一激动将女友杀死 杀死就杀死吧 藏尸体的地方还很快被警察发现 最重要就是大脑短路 不知道将手表摘下来 让阿邦发现了线索 所以在成功的路上 不一定是对手打败自己 很可能是猪队友拖累了自己 找对合作伙伴非常重要 在阿邦发现公子的行踪的时候 车里的阿华问他 你又干了什么好事 这个又就很精髓 说明这家伙不仅一次 干出这种坑团队的事 而风哥最后一刀将公子割喉 并把一封认罪信放到公子身边 把所有罪都推给他 不仅没有让同伙寒心 反而还有利于团伙的团结 可见这个公子平常有多不得人心 接下来就是风哥的操作 他来到警局报案 称公子失踪 让警察帮忙寻找 而当阿邦知道公子已死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想到是风哥杀的 而风哥也借此与阿邦开始了辩论 你为我差你怎么不够把你轻的 但风哥的计划不仅是这一步 他还威胁曾经的老上司 绑架了阿邦的老婆 并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也让阿邦常常失去所有东西的滋味 到这里其实风哥是完胜阿邦的 但到最后抢银行的时候 风哥还是想要报当年的仇 只不过阿邦看穿了他的计划 两人的终极对决 很容易让人找到当年杀破狼的影子 只不过是短刀换成了蝴蝶刀 但警棍还是当年的警棍 一套疯狂暴力对哄后 风哥被折断了胳膊 失去了战斗力 而那句 我输了但我不认命 是他最后的人生总结 其实这部电影 也有一些剧情上的bug 第一个就是雨夜杀可乐的时候 其实就算阿邦看到风哥杀死了可乐 但他没有看到之前一部分 完全可以告诉阿邦可乐故意袭警 毕竟公子腰上的牙印可是真的 肯定要验伤 还有就是 公子杀女友抛尸的情节 抛到海里时 完全用在麻袋里 放几十斤大石头 警察肯定不会这么快发现 最脑残的是 竟然没有摘掉手表 这段剧情比较弱智一些 其他的剧情还是很好的 特别是打戏比较过瘾 希望港片再多出一些这种电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一定要收藏观众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征imana